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地層邂逅記憶憧憬 今天要帶大家講的是 レフィア的Familia Chronics 前篇 第一章是 Hegni Hegni 純物攻型 敵方單體 注意是單體 所以他變成是只適合打王或是榮光挑戰 敵方單體超強威力高確率穿透暗物攻 自身的回復量減少效果和暗屬性damage上升 有一個的同時威力上升60% 也就是說如果有辦法自己debuff自己的回復量的話 加上對方debuff自己 再加上 沒有這樣不行自己debuff跟對方的地方是一樣的 如果是支援者的debuff這樣大概是 240%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我不太常用減自己回復量的攻擊 那他自己自身技能就有就還好 所以最早可以疊120 再加兩個暗物攻就是 Damage就是240沒錯 敵方單體中威高確率暴擊暗物攻 還有四回合間自身的力量上升80% 回復量上升減少60% 同時四回合行動最佳負 敵方單體中威暗物攻 第二招 敵方單體快速強威高確率格擋不可暗物攻 再三回合間暗主性Damage上升60% 同時兩回合間敵方單體無奈減少40% 但是單體被Damage增加25% 第三招 敵方單體慢速超威高確率穿透暗物攻 技能發動時依力量上升 同時敵方單體Status減少效果兩回合延長 並且一回合間自身的穿透率跟暴擊率上升50% 還蠻特別的嘛 接下來 右邊這一招 阿魯弗令狗 長得很像芬恩 但不是齁 存物攻型 敵方全體超強威力高確率暴擊雷霧攻 技能發動時依量打幅上升 同時三回合間我方全體力量上升100% 還不錯耶 那這樣其實就可以把春雞火春 就是基本火春給 說明可以替換 開始有替換的功能 第一招 第一招 敵方全體快速強威高效率反擊不可雷霧攻 同時三回合間自身的力量敏捷雷索性damage上升60% 並且自身行動三回合最佳 敵方全體若微雷霧攻還有70%的機率全體頓足賦予 第二招 慢速發動 三回合間我方全體的格擋 敵方全體的格擋跟雷霧索性耐性減少40% 同時敵方全體的被damage率增加35% 並且我方全體性能延長效果三回延長 好老口 第三招 敵方單體長威高確率暴擊雷霧攻 自身的力量敏捷雷索性damage上升效果有一個存在 威力上升25% 所以乘以75%乘以150% 這樣子 再來 黑丁 海丁 純魔弓型 敵方全體超強威力高確率穿透雷魔弓 攻擊對象的敏捷減少 一個效果一重死 威力上升60% 也就是說我志願者再加自己放的技能給他的話大概是120% 第二招 敵方全體若微高確率反擊不可雷魔弓 同時四回間自身的敏捷 雷索性damage上升70% 敵方全體敏捷減少35% 這個其實在PVP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的速度越快的話 敏捷越快快發動攻擊 所以這是一個之後可能會越來越多人有可能 不確定 並且四回合行動追加賦予敵方全體若微高確率格擋不可雷魔弓 第二招 敵方快速全體若微高確率穿透雷魔弓 這次的魔力減少效果一同時威力上升40% 所以大概可以上升60% 但是同時自身兩回合魔力上升60% 所以他這個有點打臉自己 有點難用 第三招 敵方單體超威力雷屬性魔弓 技能發因為魔力大幅上升 其他都正常 這雷菲亞應該會在PVP蠻好用 因為他是防媚禍的喔 除了我們有防 呃 武器有那個魅惑的防100% 其實最方便就是選一個 支援者角色放一個魅惑 然後你武器 你防具可以放那個針對屬性 你可能就會更容易活下來嘛 那這個比較好的是因為他 為什麼除了PVP好用以外 他除了魅惑100%上升 他還有一個敏捷145%上升 也就是說 這對於PVP還是又是更好用 所以這一張也有可能 也會進入PVP的選擇裡面 大概這樣然後所有的角色都是非限定角色 所以你如果有開圖鑑 開卡池的圖鑑的話 你以後就可以慢慢用那個英雄之陣 欸龍光什麼陣 英雄之火 英雄之火 就可以慢慢 守護 我真的忘記了 年紀大完蛋 就那個 一般可以換的 幾滿三個就可以換了 英雄之陣跟守護之火 哇 保底王欸我 這難得 我以為他是女的 所以有前篇一定會有後篇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然後這到2月初 所以應該會是個滿場的故事型態 應該是 應該是 OK啊 抽不到Histee and Fee DeFi啊 看一下是什麼 我的石頭應該都在抽 我最近都在抽4周年 英雄之陣守護之火 沒錯 用這個來換就可以了 我想把我4周年角色補強 所以最近都在抽 我像這個誓言者 我就把他全抽滿了 然後等隊不出來 我會把賴也抽完 因為我要補強我的角色 那就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